欢迎收看牧区早间的场景之剪牛粪片 妈妈在叫我们的小明 妈妈滴的奶茶 此刻幸福具象化了 我慢慢起床中 姐姐催了我几下 没反应就自己先去了 在想着怎么用 那个是要放在背上的 终于想起来了 因为我们平时固定住所和其他牧场 都用两轮车倒牛粪 这个都没背过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所在的周围环境 我们这边海拔五千三百左右 周围没有商店之类的 吃的用的都只有挂在公牛上的那些 如果其他家有人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让他们顺带点小东西 太大只的肯定拿不过来 摩托车路面一点都不好很危险 小黑帐篷的外观 你们老让我们用铁锹捡牛粪 实际效率很低的 姐姐捡到昨天公牛拉的牛粪 太久了 里面肯定积成了 放了拿 拿了放 最后问了一下妈妈 妈妈让她捡别的牛粪 今天主要放捡牛粪片段 对我们来讲 牛粪很重要 刚搬到牧区 最担心的就是牛粪不干 这边本来就冷 不下雨还好 一下雨就是好几天 就会很冷 对于人和牛来说都很不友好 牧区这边每个家都会搭一个牛粪墙 但因为没两年轮一次 牛粪墙要么里面都湿了没法用 要么被松熊一手撞开 无论哪个情况 对我们来说都是很不友好的 姐姐很无语地直接把贝罗拿下来了 我由于昨天太累了 早上真的很不想起 但想着姐姐一个人应该搞不定 还是勉勉强强地起床了 主要昨天晚上睡的时候 姐姐让我睡里面 我想着里面太挤了 选择睡了外侧 结果一晚上都没睡舒服 差点直接倒在了地上睡 还好我把里面的被子一半 噎在了自己下面 就没倒下去 夏季的牛粪是超臭的 尤其刚拉的 但在这个牧场 他们吃的 都是些很干净的草和药草 等牛粪干了烧火的时候 我们会闻到烟味 所以对人也是很友好的 就是要剪刚拉的时候 我们会沸点鼻子 其他的没关系 我们每年快走的时候 会在山洞里 放点东西 这个贝罗 昨晚从那里拿的 但是因为他们家牛比较少 所以这个大小就可以了 但我们家牛多 牛粪也比别的家多 所以这个框 对我们来说太小了 所以明天要换一家 借个贝罗 姐姐从县里买了一个 但买的不对 而且带的时候也很重 邻居家说那边有 就没去买 昨天他们一整天 都待在一起 今天早上 小孩们都拴着了 今天天气很好 待会吃完饭 就可以挤牛奶了 现在这个季节 也要挤三次奶 中午差不多十点的时候 几次叫糯爪 第二次是晚上六七点的时候 挤一次 第三次是晚上十一点左右的时候 挤一次 每次挤完奶牛都会放走 但是晚上小牛们 得拴到早上六点左右 妈妈在捡眉栓的牛儿们的牛粪 姐姐本来以为 刚刚那次是最后一次 结果这边还剩牛粪之后 老无语了 无语的同时 还有精力逗狗狗 捡牛粪是早上两个小时的运动量 就当你们也运动了两个小时吧 我们三个一起扎的牛粪 但姐姐她没按 就没拍到 完工回家中 两位杠上了 惩罚让她闻自己的屎位 被欺负的换个位置拴 拉着拉着又弄跑了 开始洗手了 还比个白度 放干牛粪的位置 这个很废火柴 待会不是要挤牛奶吗 需要我把指甲给剪一下 指甲长了 会伤到牛的奶子的 姐姐真的啥都拍 不知道的 以为在夸她呢 姐姐最勤快的点 就是给小狗喂饭 给我们省大工程 昨天晚上剩的面条 牧区把剩饭热一下 会真的很好吃 姐姐现在可能吃了 她说不吃根本干不动 我现在饭吃不下多少 气也喘得很 妈妈热乎的奶茶也做好了 这几天 舅舅最累干的 都是体力活 吃完饭的碗里 直接喝奶茶 要趁热喝 不然马上凉了 太长了 先到这里吧